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庄浪 阿N 与阿L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廖合怀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讲到廖合怀的创作剧《甘地回西斯》 这部剧《构思独特》以极之生命的手法来表现出来 而且是富有爱国的思想 这部剧全剧没有扣人心言的情节 按照一般的看法就是属于硬气之列 应该上座率是极有限的 但是很多人都跌眼镜 这部剧一出来之后就风波省港澳 大受欢迎 不过也有人在惊叹之余 就说廖老七即是廖合怀 这次是藏彩的 但是其实哪有这么多藏彩 这部剧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身 它是用一个身穎的手法表达出来 这个身穎的手法就是吸引了观众的喜爱 这部剧和我们传统戏曲表演的手法不同 它构想它的构思充满了奇特浪漫的色彩 根据当时一些资料的记载 是廖合怀想写一个西施的戏 但是它又苦于无从着笔 那于是乎有一天的早晨 在报纸之上就看到了印度革命领袖 姓鸿甘地逝世的消息 它又知道甘地在生的时候 它对于中国历史也数有研究 它对于中国历代的兴亡时迹 就更加感到兴趣 于是乎廖合怀忽然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 它排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电影里面 它就让甘地来到中国 和这个倾国佳人阿西施会晤 一个就是当代的救国姓鸿 一个就是中国古代的佛国列女 虽然环境不同 年代亦都相距很远 但是他们的佛国精神都是一致的 那在剧里面有两句对话 甘地就问阿西施 你死了二千多年 为什么我能够见到你 而西施就回答这样说 因为所谓精神不死 精神不死就是廖合怀构思这套剧最大的依据 廖合怀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 将根本不可能相遇的两个人 用梦游的办法让他们相会 这个的确是一件很别致 而相当有趣味的事 在戏剧里面穿越时空 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虽然说是极之普遍 但是在廖合怀的年代 的确是相当前卫的想法 在表演上 廖合怀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他研究了甘地先生的生平 印度的风土人情和服饰 以至到印度人的喜居饮食情况等等 廖合怀都仔细地考究了 因此他饰演的甘地是相当成功的 在现在留下的两张剧照里面 就可以看到当时扮演甘地的模样 其中一张就是甘地合十打坐 他剃光了头 打一大尺脚 戴着一个眼镜 披着一件印度的白袈裟 胸背和脚都是坦露着的 而且还有了中式的油彩 真是扮到十足十一个印度人 而另一张照片就是甘地赤脚 躺在床里面进入了梦境 那张床也是印度的饰养 像这样的唯超唯妙的扮商 再加上廖合怀高超的演技 肯定就能够将甘地演得活灵活现了 廖合怀已经世世了几十年了 人们对他在粤剧方面的贡献 和艺术上的成就是肯定的 但是可惜由于以前一些极左的思潮影响 有不少人仍然用顾名思义等等这些观点 来看待他那些自编自演的剧目 并且对他当时的创作剧 毁过于雨 这个对于廖合怀来说 是一个相当不公平的 我们现在看回甘地匯西斯 他那种创新大胆的创作精神 的确是值得我们后背学习和赞赏的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廖合怀的另外两个作品 分别是《花黄之女》和《大闹港昌龙》 《花黄之女》是讲述《花黄》的女儿 商月和林子财两小无差施定终身 并且有了爱情结征 但是林子财的父亲为了巴结权贵 他们不顾乙子的反对 将他的儿子配与上角之女妙龄 逼令他们成婚 商月误会止财亡情负乙 闯入洞房 而且怒窄他们两人 但是怒窄的时候忽然之间作动 生了一个嬰儿出来 这个上角之女大怒 将妙龄和花黄父女两人驱赶出去 而林子财亦悲痛欲绝 就一走了之 另一套大闹港昌龙 就是一个人鬼之间糾纤不清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转人翁 就是当年在丽的呼声街市行情里面做主持人 在一次意外之中 就跌了下海 就被一把偶然飘离的美丽雨伞救起了 原来这把美丽雨伞 是附在雨伞之中 就有一个鬼魂 这个鬼魂就叫做陶军美 他就要求这个故事主人带她回去 昔日那些爱与恨生与死 带她回去这个伤心地广昌龙那里 去找她那个父心的丈夫报仇 这个故事就是讲述她报仇的经过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尿合怀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都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YLM频道 好 下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另一个粤剧名领的故事 拜拜